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前夕 多位澳门人士在接受采访时 介绍了澳门特区政府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做出的努力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推出青年创业援助计划 向创业青年提供免息援助贷款 并设立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 以每天24小时全年365天无休的营运方式 为青年创业者提供资源和服务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 澳门特区政府也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 鼓励澳门青年把握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 今年在5月份举行的粤澳合作联系会议上 特区政府跟广东省政府我们扶持了一批粤澳青年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我们现在跟广东省一起在共同研究出台一些创新创业政策 然后同时也完成各项的配套措施 也是希望为有志于在大湾区发展澳门青年 去创造一个更理想的环境 经济局于今年6月份推出了专业顾问服务互换计划 通过与大湾区的6个城市的11个青创互换基地的合作 为进入湾区创业的澳门青年提供免费的法律 会计税务等等的专业顾问服务 同时经济局也多次组织青年团体和青创企业 前往多个大湾区的城市考察当地的青创互换中心 课唱企业并且与当地的代表进行交流 以加强澳门青年对大湾区最新发展情况和创业环境的了解 此外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行政总裁林嘉维也表示 澳门与普与国家保持着悠久紧密的历史文化联系 澳门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 也应发挥自身独特优势 为中国与普与国家青年创新创业交流搭建平台 我们是中国与普与国家商务服务中心 那我们澳门的企业或者是年轻的企业家 就是尽量利用这个平台来跟湾区里面 甚至不止湾区 甚至是内地的企业合作 去开发一些普与国家的市场 那我们也希望把他们的一些优质的项目 通过澳门再进入到 首先是湾区 然后就是整个内地去发展 通过政策支持与平台搭建 越来越多的澳门青年创业者 投身科技文创等产业 并将品牌带到粤港澳大湾区 比如说威拉 威拉是一个澳门的一个新媒体 网红的新媒体 现在已经到香港发展 应该会还会在广州落地 比如说铜典 我们是一个手表的一个产品 深圳的工作了以后再回到澳门 除了这个产品 在深圳 在全国 也有很多的地方 带卖它的那个产品 因为澳门是比较小一个地方 他们带着创意进去大湾区里面 能够在融合的合作的过程当中 能够帮助他们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加上 大湾区里面 就是 我 大湾区里面 和 感谢观看